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妹妹你在干嘛? 我还在 神人,神人多 這是我們剛校交流到天酒喝口湖的第一個地方 那他們三個人在樹林裡面 照相,待好久 我就一個人在湖邊走這裡 路上很安靜 但我的GoPro爆音很嚴重 可惡 阿 這是富士山腳石 對 富士山香 那個叫什麼? 河口湖 然後這裡有一堆鴨子 廟宇 鳥獸 哇,還有狗的內障 太棒了吧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餐廳叫不動茶屋 那它的屋頂都是稻草做的 嗯,室內擺設也很有復古的日式風格 其實滿冷的,那這是屋頂 跳高很高 那我們中午在這裡用晚餐之後 那我們中午在這裡用晚餐之後 等會就要去河口坐懶車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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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有重蠅 請坐下 請坐下 河口湖的纜车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看到这几天 在富士山地区看到最多人的时候 几乎所有观光客都跑来这里 这是一个绝佳看富士山的风景 人是最多,观光客最多 在这里除了风声之外 最大的声音当然就是那位大声招揽帮人照相的日本先生的摇喝声 听到没有,他还会说nice shout 一开始我们看到红线排的长场人龙 以为是什么游乐设施或者是什么特别的景点 那搞清楚之后才发现他原来是要回程缆车的人在排队 那站在屋顶上更是一个可以眺望整个河口湖地区的一个绝佳的视野点 那整个湖边跟富士山周边一览无遗 这是屋顶上的冷贝桌 老板一个人收100块日币 不美,但唯一美中的那个国家人 那个国家人 超多 原来那个是坐乱车下去要排这么多 是的 坐乱车下山路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河口湖的浅间神社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大概是傍晚的时候 太阳接近要下山了 那么来到这个神社呢 让我觉得 比较震撼的是 神社盖在一群山木林里面 那这群山木林的每颗山木呢 都非常的巨大 看称是神木了 看称是神木了 神木都好粗好大 好神奇喔 靠 神木太神奇了 越近傍晚 这个神社就越显得安静 那老实说 当下午就感觉到一股特别的灵气 而且 卖我们御守的 那两个日本老头 很早的 就很快就下班回家了 整个神社大概就只剩我们一家人 真的很安静 也能够感受到 这些百年 甚至千年的树的那种灵气 很壮观 现在是在山中湖的隔天早上 从民宿走出来 直接看山中湖的出事山 等一下简同学都在这里跌倒 看着山中湖旁的富士山 听着湖水声 这时候的气温很低 手很动 手很动 这个来了 天儿 我的老天儿 老天儿摔倒 痛得要命 我的老天儿 天儿 我的老天儿alen 还有来 我还在这儿 我去摔出来 这摔出来去摔一下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